台南地檢署外 相信車不敢熄火 議長邱莉莉朋友等著接人 面對鏡頭趕緊上車裡去 檢方三號針對台南議長選舉 涉嫌會選一雲發動搜索 帶回九人附訊 其中包括政府議長邱莉莉 林志斬 國民黨跑票的三名議員 還有疑似中間人的黃怡萍等人 全部都已經交保 台南與會理事長林氏結尾到案 不過前民進黨中指委 郭再欽和企業總裁楊志強 被當庭生押 楊志強公司被找出 保冷帶裝的八百萬現金 用途備受關注 國民黨議員指證莉莉 對此楊志強的兒子出面說明 這比八百萬現金 單純是企業周轉金 土地重劃 土地開發這樣子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去看一些 有發展潛力的一些土地 會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兒子澄清絕無會選 不過父子二零二零年 也曾因為康有炒股案 遭檢房約談 楊志強公司主要經營廢物金 廢棄物清理及土地開發 也曾擔任台南市議會 五黨聯盟的顧問 政商關係良好 他從小他教我們 教他所教育我們的 不可能是他會去做的一個事情 司法是會還我們清白的 不是不相信 我聽到這個很輕的 就很早 經濟跟我一種技術 他說有老闆三黨 台南議長選舉惠選案 被搜出現金的楊志強 和前中指揮郭再青 找到生涯 而漁會理事長林仕傑 也為道案說明 檢方將發出駅票 台南議長選舉惠選怡雲 恐怕還會再延燒 進黨拿下台南市議會 政府議長會選調查 跟著來黨內廉政委員會 有動作 宣誓也要針對涉案 黨籍議員展開調查 再強調清廉是從政標準 動作可能比法院的一審 結果還要快 早在台南市政府議長選舉爆出 惠選怡雲檢調大動作出手前 立委陳廷飛一看到選舉結果出爐 就在臉書PO文 檢調該動手了吧 前議長郭信良打包離開議長市 議長投票前這番話 似乎也有弦外之音 像是預告議長之爭 還有續集檢調調查臺南市議會議長選舉 惠選早有潛力 捲入當選無效和議長惠選等官司 前臺南市議會議長李全教 曾經公開發毒事自侵 但二零一四年涉及議長惠選 二零一五年遭到起訴 緊接著在二零一六年官司接連宣判 失去議員資格 當然連議長也沒得當 由議會議決補選 距離李全教砸錢 惠選搶議長到判刑後 議長再重選過了大約兩年時間 這回民進黨拿下 臺南市政府議長面臨檢調查會 難保不會再遇到需要重選局面 三地新聞 徐世廷 翁玉文 檀南報導